哈喽,大家好,我是逊 让我等待许久的快递啊 今天终于到了 为什么要等它呢 因为它在旅行当中啊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设备 这位快递啊 到了以后我就迫不及待的 给它打开了,看了一眼 今天呢,我再拆给大家 看一看 这个呢,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小盒子 是这样的 一个小设备 这个呢,是手机的智能云台 这个呢,是它的型号 接下来,我给大家安装一下看看 这个是延长杆吗 小支架,下面是一个小支架 是这样的支架 它这个设备呢,还可以延长 跟自拍杆一样 还挺便携的 我们平时这样拿着手机拍摄的时候 拍出来的画面呢,会很陡 所以啊,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一台 手机智能云台 把它按上以后 无论你怎么动 拍出来的画面呢 都特别的稳 这个云台看上去挺小小 还挺好看的呢 是吧 在智能稳定器里 这个品牌啊 也算是行业龙头了 稳定器啊 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这么好,你不整一个送我啊 还有一个款呢 适合它姐妹款 到时候我送你一个 这回有了它呀 就更适合我们运动拍摄了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啊 它可以锁定人物 跟踪人物运动 你往哪儿 它就往哪儿 这个功能呢 是我比较喜欢的 也是比较强大的 也能使人脸画面在C位 突出直播的重点 也能满足大部分的直播要求 平时的话呢 也可以运用到户外拍摄 跑步呢 也可以进行拍摄 能看到吧 在我跑的时候啊 拍摄都特别的平稳 爬楼梯拍摄的时候啊 你能体验到它的重要性 这样呢 拍出来的摄片呢 就不会一抖一抖一抖的 平时一个人拍摄的时候啊 也挺方便的 因为它有一个手势控制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啊 平时的话 你摆一个2或者是5 系统呢 就会自动识别出来 就可以倒计时拍摄了 现在呢 我就用这个设备拍摄的 我们试一下爬楼梯 它的防抖效果如何 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录影地 后面呢 就是一个卫生间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蒙古包 再让大家看一下 跑步的运动效果 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录影地 对面呢 就是大兴安岭的山脉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里的冬天呢 更美 下雪的时候呢 雪啊 都会落在这个 白花树上 像乌松 给你们看一下 这山上得多冷吧 这边都是白花花的雪 一片一片的 大兴安岭啊 也算是原始森林呢 所以啊 我们到这里 一定要爱护环境 这边也是刚下完雪 所以呢 天气特别的冷 现在回到房车里 暖和暖和 还是房车里暖和 我操作一下 它这个美颜功能 让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 有自动美颜 还有局部美颜 可以瘦脸 磨皮 还有美白 眼镜放大 它这个局部美颜呢 还是很强大的 假如说呀 额头有几个痘 可以按一下 磨皮 它就可以去掉了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手势识别功能 摆个五 已经倒计时了 三二一 开始录制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跟踪人脸 识别了 走 走 走 反应速度呢 也是非常的灵敏 这里呢 有一个情景模式选择 可以选择行走模式 还有运动模式 在你跑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运动的模式 到今天呢 我才发现 原来智云的手机智能云台 功能这么强大